很多人喜欢把五花肉做成红刷肉或者扣肉 今天将你福建部分地区农村九级上一道小炒五花肉的做法 一般人都没有这样吃过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块瘦一点的五花肉放入清水里 用刀把表皮刮一下 刮去它的乌果 经过这样一刮就能刮出好多的乌果 再用清水把它洗个两三遍 起锅烧水冷水换入五花肉 放入几片姜片倒入一勺黄酒去腥 再用勺子把它翻拌一下使它受热均匀 盖上盖子水开中火煮20分钟 20分钟后打开盖子用筷子擦进去没有泄水就熟了 然后把它取出来放案板上稍微的放凉 放凉到不烫手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切成厚一点的片 差不多1.5厘米左右 再把它切成大小相等的小方块 不用切得太大块太大吃起来比较油腻 切成这种大小就可以了 锅烧了不放一滴油 把切好的五花肉放入锅里 这里是不需要放任何葱姜蒜的 中火不停地炒啊炒 把五花肉的水分炒干 炒至外表金黄 在中小火炒出它的豆鱼油脂 看已经炒出很多猪油了 猪油也不能浪费了 先把它倒入碗里 等一下用来炒青菜非常的香 然后调入一勺老抽生抽 一小勺盐 少许鸡精不喜欢的可以不放 再来一小勺白糖 再快速地把它翻炒均匀 使每一块肉都均匀地勾上调料汁 翻炒均匀后它的颜色和香味就立刻起来了 哇现在看着就超级的有食 只有撒入一些胡椒粉 再来一勺福建老酒 去腥蒸香 没有的可以用黄酒喝成料酒 只有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啦 这样就有福建特色的小炒五花肉就做好啦 炒出来的猪油用来拌换吃也是非常的香 最后再撒入迷人的小葱花点缀一下 五花肉这样做外表焦香鲜香味美 而且肥而不腻真的超级的下饭 喜欢吃五花肉的朋友可以试试这样做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呗 我是明星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